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03集 连续两次让玄熙宗的剑阵出手 此事对于玄熙宗以及灵熙宗太上长老 玄部还有传承们而言如同是羞辱 尤其是玄熙宗 白小春的重要性在如今的战争中极为明显 使得他们每个人的战力修为都提高了不少 一旦白小春死亡 玄熙宗就会被打回原形 他们又岂能同意 此刻薛熙宗的太上长老与薛部 纷纷的施展杀手节 不但逼退了玄熙宗的同阶之人 更是杀相剑阵 还有灵熙宗的杰丹修士 一样如此 李清侯也在其中 之前眼睁睁看着白小春两次凶险 他心中焦急 此刻目中杀鸡闪耀 出手时四周草木幻化 杀相了阵法 在灵穴二宗杰丹修士的强力碾压下 玄熙宗的杰丹强者不断的败退 剑阵无法再次转移力量 锁定白小春 只能勉强对抗众人 白小春压力顿时一松 可他记仇 方才那六次的危险 让他这里早就怒意弥漫 虽然知道这是战争 没有对错 有生有死 可他还是忍不住 恐惧死亡 是你们想先杀我的 太欺负人了 你们的老祖队我出手 就连宗门的大阵都要杀我 白小春向前一步迈出 身边数万修士 全部大吼一声 如同潮水一样 直接的碾压过去 所过之处 玄熙宗根本就难以对抗 不断后退时 就要靠近山脉 其他前线区域 虽不如白小春这里这么夸张 可也处于绝对的优势 不断推进下 玄熙宗的败王之局 已成难以逆转之时 甚至不少玄熙宗修士 此刻就连反抗也都迟疑了 他们此刻没有选择投降 只是因为玄熙宗的山门还在 可以想象 若是山门崩溃 那么一同崩溃的 必定是绝大多数 玄熙宗弟子的牺牲 到了那个时候 归降已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否则呢 那就是灭亡 此刻 抵抗之力的迟疑 已经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甚至在不少玄熙宗修士的心中 此刻未尝没有一种心思 希望战争早点结束 希望灵血二宗 早一些攻陷山门 毕竟没有多少人在必败的局面下 依旧选择自决生路 战场之上 撼动苍穹大地 白小春望着山脉 望着山脉上的熊城 望着那不断退避的玄熙宗修士 正要冲天而起 杀上这座熊城时 突然的 此成震动 从那防护光幕内 竟有大量的玄熙宗修士的身影 木然冲出 这些修士 是玄熙宗的后背之力 此刻 战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也没必要继续保留 此刻全部冲出 虽只有数万人 可看起来 却密密麻麻 似铺天盖地 更有不少黑色傀儡 直接杀向白小春这里 双风刹那 碰触到了一起 嘶吼之声 树法轰鸣 法宝之光 立刻化作无穷波动 扩散天地 白小春 在众人之中 此刻眼睛赤红 天有身一跃 与两个黑色傀儡 直接站在了一起 汗山庄 碎猴锁 紫气大顶 更有血剑 斩下 一路厮杀时 他一把抓住一个黑色傀儡 神色带着猙獰 竟有头颅 狠狠地撞击过去 在这撞击下 那黑色傀儡颤抖 其内传出操控着傀儡的 玄西宗修士的诸多残叫 更有咔咔的碎裂之声 在这黑色傀儡身上 不断地扩散开来 任凭另一个黑色傀儡如何去轰击白小春 白小春都没有丝毫松手 一路撞击 一路昏明 也就是七八个呼吸的时间 轰的一声被白小春抓住的那具黑色傀儡 直接崩溃 四番五烈时 白小春猛地转身 天妖之眼露出嗜血之芒 他身后那具黑色傀儡 此刻身体一震 如被白小春目光所射 竟飞快地后退 白小春冷哼了一声 在其退后的刹那 骤然追出 美心通天法眼 更是刹那睁开 玉丽直接爆发 并非是试图操控这傀儡全身 而是其一条腿 在看向那条腿的瞬间 这傀儡脚步一顿 这一顿的时间虽然短暂 可对白小春而言 已经足够 他一晃之下 整个人直接追了上去 借助冲击之力 展开汗山壮 速度骤然爆发 快地超越了闪地 直接就撞在了 这黑色傀儡的身上 一撞之下 这黑色傀儡内 传出无数惨叫 竟直接就被撞碎个半个身躯 白小春的身体 也是有一些模糊 他右手抬起 一把抓住这黑色傀儡的脖子 正要狠狠地一捏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有一个冰冷的声音 目然间传入白小春耳中 白小春 还记得林某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随着话语的回荡 在那雄城内 飞出了一具紫色的傀儡 这紫色的傀儡 明显与黑色不同 全身上下 镶嵌了无数的面孔 那些面孔徐徐如真 虽全部闭着眼 可却都露出痛苦的表情 而这傀儡 也并非极高 只有五十正大小 操控着人数 只有九人 说话的 正是中间的一位 黑发青年 这青年相貌棱聚 只是面孔 却是阴阳脸 看起来极为诡异 眼中带着冰寒 此刻正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目光一闪 看去时 与这青年多一望的刹那 他立刻就认出了 此人 就是他当年 在云渐深渊 灭杀丹西宗的方林时 出现的漩涡内的身影 当年白小春不知道对方是谁 可去了血熙宗后 随着玄熙宗与丹西宗的开展 此人的名气 也逐渐的爆发出来 似乎从暗处走出 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他 就是丹西宗 绝世天骄离木 更是判出丹西宗 败入了玄熙宗 成为玄熙宗一位老祖的弟子 有关此人的身份 众说纷纭 还有一种说法 是说此人 本就是玄熙宗的密传弟子 被派去丹西宗 成为暗子 哪种说法不重要 重要的是 此人如今代表的是玄熙宗 几乎二人目光 堕一望的瞬间 离木操控紫色傀儡 从雄城上一跃而起 化作一道紫色的长虹 直奔白小春这里 昏迷而来 速度之快 刹那临近 白小春双目一闪 右手没有迟疑 狠狠的一捏 直接将那具黑色傀儡的脖子 刹那捏短 修为散除 轰入了傀儡体内 灭杀所有的操控者后 拿着傀儡那巨大的头颅 直接向着来临的紫色傀儡 狠狠的一甩 这黑色傀儡的头颅飞出 带着破空之声 在靠近的瞬间 离木操控的紫色傀儡 全身光芒一闪 刷的一下 这来临的头颅 无声无息 竟化作了飞灰 这一幕让白小春心神威震 此人的强悍程度 在他看来 比九岛似还要高出一些 此刻来不及多想 眉心第三幕 通天法眼 骤然睁开 在睁开的瞬间 那紫色傀儡全身 突然爆发出九种颜色的光芒 赤橙黄绿 青蓝紫 黑白 九色光芒一出 刹那间就层层崩溃 可在崩溃之时 紫色傀儡 却没有被白小春的通天法眼 限制丝毫 反倒是 随着破灭崩溃 由阵阵刺痛 传入白小春的法眼内 早就留意了你这一招 紫色傀儡那 传出离木 讥讽的声音 临近时 他双手掐举 立刻有赤羊之影 如同太阳 凭空出现 说太阳刚一出 火热之力漫天 应照八方 被紫色傀儡高高举起 向着白小春 慕然的遗志 阳日之功 几个人 滴吼 甩出时 那太阳 轰鸣 越发庞大 很快 就有 数百丈之多 带着无上之力 轰击而来 白小春双眼再次收缩 这黎木给他的感觉极为强悍 甚至自己稍微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陨落 这种同辈之人的感觉 自从白小春天道注击后 再没有哪个天骄可以让他如此 眼下还是首次遇到 此刻他如临大敌 左手掐角 右手一拍除弹 顿时取出大量的草药 向前猛的一抛后 掐绝速度顿时保增 木漏齐莽 草木解冰 随着白小春声音传出 那些草木在半空中竟疯狂的生长 如同兵甲 眨眼间就足有数百 彼此交错形成大王 冲向那来临的赤羊 直接就将其笼罩在内 白小春低吼了一声灭 瞬间 那些草木之兵组成的大王直接收索 一股毁灭之力爆发出来 就要将那赤羊分割 林木面色一变 冷横中再次掐绝一指 一阳结红 这一指之下 顿时在他身边 左手上出现了一轮明月 这明月眨眼数百丈大小 散出无尽冰寒 就连四周虚无 死都成为了龙东 在他一指下 瞬间飞出 直奔 白小春 一时之间 二人静 势均力敌 看得四周三宗众人 心神震动 尤其是宋区 鬼崖等人 更是那些掀起大老 他们没想到 居然有同辈之人 可以与白小春这里 平凡秋色 上官天有 更是目中赤虹 露出强烈的 不甘心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